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昧称为中正大学 坐落于嘉义民雄乡的凤梨田间 校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主要的交通工具有电膜 单车与双脚 善用工具可以大幅缩短移动的时间哦 快到活动中心的左手边便是校内的供销站 平时搭日同客运 台中客运 嘉义仙公车 都是在这边候车的 活动中心 我们简称为活中 是学餐所在的地方 算是可以省钱的正餐选择 这里一楼有小吃街 邮局 咖啡厅 二楼有立文书局 以及24小时营业的全家 上课的用书大部分都能在立文买到 而各个社团的会伴 举办的活动 以及社团的练习也经常在这里哦 图伦小镜 是由宿舍区通往图兹大楼的秘境 在夏日的时候有浓密的树印 可以保护我们不被南部毒辣的太阳晒成根 特别每年三月初 可以看到奇力的黄花枫林木盛开着 皆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欣赏 也会有人坐在草地上野滩 而夜晚可以看见繁星在暗空闪烁 学校的图书馆藏书丰富 总共有八层楼 漫画区有沙发 是个适合课间休息及自修的好地方 面对图书馆左侧是资讯处 有一些电脑相关课程便是在这上课 而面对图书馆右侧则是语言中心 大一的抵免通识英文以及上通音课 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图书馆大楼正对面为大礼堂 大型演讲 开学典礼 健康检查 都会在这里进行 学校里的体育设施相当多元 除了基本的排球 篮球 田径外 还有网球 雨球 桌球 足球 就连撞球 棒球 壁球 健身房也没有少 甚至拍檐 射箭 高尔夫 标准泳池都有呢 中正有着我们俗称大中小吃的三条街 宿舍门口出去后 对面的那条街就是小吃 有着关东煮 卤味 果汁和柴哥咸酥鸡 这些店很多都开得蛮晚的 是吃宵夜的好选择 接着我们往上走去中吃 沿路上有早餐店 饮料店和小火锅 到了中吃 这里还有八锅 牛排馆 阿宝和意大利面类的餐厅 还有甜品店 花园巧遇等等 再加以豆花就是要加豆浆啊 美联社 是没有急车的人 物资不及的好选择 再来我们看到大吃 大吃是校门口出来的那一条街 有两边 到了晚上就会蛮热闹的 大吃地有着莱尔夫 虾皮免韵不用烦恼 大吃的餐厅选项就比中吃小吃多很多了 韩式 日式 泰式 台式都有 许多店家藏身在大吃拐进去的小巷子里 有些则是路边摊 大家也可以看云家新生手册里的食物地图慢慢探索 之前是吉他酷子обще室尔夫 Content423就 curry中 Ethnic 许多店家藏身 Зд版本